新传媒年度大制作《小娘惹》 上午举行开镜仪式 那参与演员和剧组人员呢 齐驱一堂上香祈祷 希望呢拍摄能够顺利进行 女主角欧轩表示压力不小 发屏道年度新剧《小娘惹》 以南洋色色的巴巴和娘惹文化为背景 戏还没有开拍 谁会当上女主角 已经成为了诗诚的热门话题 成功当上女主角的欧轩表示 一人分世两个角色压力很大 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而且是一个很难得的角色 当然压力是存在的 因为大家都讨论一轮 然后我希望这次能够把角色做好 男主角之一的齐驱舞 则很期待再次回到小一幕 因为一年多没有拍电视剧 然后这一次又再拍一部 很特别的电视剧 所以很期待 很开心 因为很不一样 因为这个题材也是第一次拍到这样的题材 为了让演员能更好的诠释戏中的角色 剧组特别安排演员们上课 了解巴巴和娘惹的生活 我们都有去上课 上珠秀课 上仪泰课 还有上烹饪课 小娘惹剧情从三十年代展开 横跨七十年直到现代 共三十集 预计将在十二月播出 剧组也会拉队到马六甲进行三个月的拍摄工作 我们下课的电视剧